所以美國真的不會再升息嗎 如果在郵價 糧價 往上的話 美國其實這個聯準會的 這個公開上昌委會的利率點證圖 6月的時候的利率點證是在 5.6左右平均Average 所以告訴你今年 還有一次嗎 還有 可能還不會降息 但是他們很多人都預期這個 會停止升息 但是至少不會降息 但是明年的利率點證是在4.375% 所以代表明年3號就會開始降息 但是降息有時候也 有人正面解讀 有人負面解讀 降息是不代表經濟很差 現在我們車載車的比率實在太低了 不到一個百分點是 事實上是在亞洲裡面算是吊車尾的 那我覺得社會住宅你可以坐遠一點 但是也可以用借駁車 比如說用捷運 然後再來我們台灣可以善用一些 這個共享的腳踏車 共享的機車 為什麼 我自己就常想說 如果你住三重 台北到三重 你上班在台北 那坐三重你可以坐到捷運 三重就可能房價要70萬 如果新買的要70萬 我如果住到新莊 蘆洲 可能50萬 這段的Last Mile就用共享機車 年輕人這樣子可以捷運 比如說30分鐘 再坐共享機車再開個30分鐘 你房價就可以升30萬 很有可能是日本明年春鬥以後 日本的春鬥就是像我們的工會一樣要求加薪 如果加薪代表日本經濟開始好起來以後 就有可能是到春鬥再是夏天就可能升息 就調整 所以日幣相對150 美元150 相對是比較低點 所以可以觀察 日本中長限是因為有幾個東西加持 所以如果說有稍微修正 然後可以持有一些 比如說基金或許搞不好會有機會 日本的重化 日本的經驗是告訴我們說 就是說政府的政策下去很重要 但是下去以後不要丟到錯的產業 就是說我今天救你 這叫僵屍企業 我救你你還會倒 日本為什麼會陷入十多二十年 就是因為整個泡沫崩跌 崩跌以後大家都拼命還債 那政府又來救經濟 可是把錢都弄到這個比如說金融業 一些快倒的銀行 快倒的房地產企業 所以一次救沒起來 二次救沒起來 三次救沒起來最後還是倒 最後十幾次叫Big Ben 振興經濟的措施都失敗 老百姓完全失去信心 投資也少了 消費也少了 所以整個就陷入失落而死了 所以中國大陸要很小心 就說我錢當然要傻 要救這些經濟 但是救了 那你看全球的經濟的部分 目前主要的不確定因素 有哪些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嗎 全球的不確定因素哪些注意 第一個就是美國的貨幣政策嘛 通膨升息 核心通膨就去掉油價 去掉能源價格 去掉這個蔬菜水果 這些就是說會波動很大 所以告訴你核心價格 就是一個長期的物價走勢 包括人士想說把它降到2%以下 其實是很難 這2%以下目標確定是2% 其實是很難 但美國通膨如果 繼續很高的話 那美國就不太可能 停止升息或降息 對美國的經濟也 甚至對全球經濟都會有影響 第二個就是中美兩強的經濟成長率 中美兩強就是 美國如果利息升到這麼高 會不會最後落後緩應 衝擊你的消費投資 你看美國 為什麼美國到5.25% 但是房貸利率沒有影響 因為你30年前的房貸利率 是用固定的利率 可是新的 那將來很多的 不知道會不會換約或什麼之類的 第二個信用貸款 卡債 這個車貸 還有這個學貸都會影響 而且它官方率是5.25% 民間率早就上漆了 那這理由會不會影響到你消費投資 這就是美國的一個引誘 貨幣政策會不會落後緩應 大家想說美國怎麼那麼強 提高那麼利率高 其實最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過去QE這個量化寬鬆 所以美國銀行體系還是很多錢 所以沒有流動性問題不會有企業 就是說你只要付得起利率就不會倒 還有流動性 不像說過去流動性會出問題 像歐債就流動性出問題 所以美國還是很強 第一個中國大陸 負輸會不會不如預期 現在就是說看起來中國大陸 有人認為說慢慢負輸 它會不會有些政策控制出來 所以就等著 它現在開始有點貨幣政策 像定向降準 降息 但是其實降息貨幣政策對大陸來說 其實的效用會降低 因為利息如果不高 這叫我們經濟學校 凱恩斯的流動性 就是說貨幣增加也不會再降低利率 利率也不會刺激投資 這就是貨幣政策會比較失利 第二個是財政政策 所以大陸現在用貨幣政策 用定向降準 就是哪些財源最慘 我就先讓你紓緩一下 不會至少不會倒 第二個是財政政策 那財政政策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 第一個中央政府也有一些債務 國企還有這個民間的 已經加起來 已經佔GDP的275% 雖然說它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它不是外債 跟日本一樣不是外債 第二個是地方政府債務 佔GDP已經差不多六成 而地方政府就靠房地產 現在房地產整個崩下來 整個跌下來 它沒錢 那沒錢就沒辦法去一些公共建設 它甚至有些公務員的薪水 這個地方的健保支出 也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就是中國大陸 至少政府要出來 第一個政府出來 來把地方政府這些就是比較 Public goods 就是說它的一些基礎建設 做一些投資 我給你 讓你延緩 發行債務解決你的部分問題 或者是我怎麼樣來協商 然後很多地方政府自己的債 我就只好去逼著這些地方政府 去跟商一樣去做協商 至少要止血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推了很多政策 其實最重要一個就是地方政府的債務 第二個就是這個房地產 會不會這種爛回樓 一定要先止血 哪些可以救的要救 要不然第一個老百姓就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財富效果 這些東西就會影響你消費能力 對 日本的經驗是告訴我們說 就是說 政府的政策下去很重要 但是下去以後不要丟到錯的產業 就是說我今天救你 這叫僵屍企業 我救你你還會倒 日本為什麼會陷入十多二十年 就是因為整個泡沫崩跌 崩跌以後大家都拼命還債 那政府又來救經濟 可是把錢都弄到這個比如說金融業 一些快倒的銀行 快倒的房地產企業 所以一次救沒起來 二次救沒起來 三次救沒起來 最後還是倒 最後十幾次叫Big Bang 振興經濟的措施都失敗 老百姓完全失去信心 投資也少了 消費也少了 所以整個就陷入失落而死了 所以中國大陸要很小心 就是說我錢當然要傻 要救這些經濟 但是救了你要保證它可以 再繼續recovery 要我救了你 你又倒 那其實後來波及效應更大 所以日本你看 它債務一路都通通通通 就是說我救你 然後政府再碰碰碰 那政府 第一個是你發行很多公債 你發覺你的利息支付 政府的資源越少 救了這又沒救起來 又沒辦法繳稅等等 是惡性循環 所以中國大陸可能是要針對 真的比較關鍵的產業 因為我看到它最近 好像是有什麼汽車家電下降 對 下降 這個就是效果到底好不好 也可能要觀察一下 因為它現在最主要其實就是民眾沒有信心 那只要把大家比較受注目的產業 救起來一個 大家就會覺得說未來是有希望 特別是房地產 因為房地產現在很多爛尾樓 爛尾樓你如果說這些企業還是有救的 你要趕快救它 救它那種資訊 資訊以後老百姓開始慢慢 房地產不跌 它財務效果就不會那麼 如果說你看房地產如果跌個兩成 你看你自己的財產就打了八折 你會覺得說不敢消費 如果房地產長兩成你看說 你會不會覺得很快樂 趕快就 我現在財富增加了兩成 我趕快去消費 現在如果緩期到變得打八折 你心裡會怎麼想 至少就是說你止跌 像比如說你買股票一樣 股票如果說你哪天看到一直跌停板 如果哪天就止跌了 甚至有違和呼聲老百姓就會覺得 股市還是有救的 第二個就是 因為地方政府就說 你要幫它解決一些 第一個就是地方政府破產的危機 那你要讓它 第一個債務可以延緩 然後政府發行一些公債來救 這些地方政府 比如說它的一些基礎建設 我還繼續把你完成 那發行公債 然後怎麼樣來跟商業一樣做一些地有 把這些還有救的 這些地方政府趕快救起來 就會恢復它的一些公共功能 刺激經濟的功能 所以我覺得重中之重就是 一個就是地方政府 一個就是房地產 因為房地產佔GDP 將近25% 你看一跌下來經濟就很慘 那還有哪些不確定因素嗎 哪些不確定還有就是地緣政治 現在地緣政治還包括戰爭 還包括這個戰略物質的爭奪 過去石油現在是晶片 所以台灣未來20年都是地緣政治的核心 所以這大概很多的事情 那當然一些原物料價格最近又蠢蠢一動 本來油價已經跌下來了 糧食價格跌下來了 最近水災 然後俄羅斯又開始禁止一些協定 讓這些烏克蘭的小麥呀 的菇物不能夠好 所以糧價最近有點影響 油價最近的減產也開始有點回升 我們看到油價增加了20%多 北京西亞的中央中央中央升高80% 我認為Brent是超過90% 那是在CPI上的大部分 我認為CPI上升了 我根本不一定知道 如果在秋天上升升 我認為你會獲得至少一個增加 因為工業還沒有完成 如果你在聽著Powell說的 他指定工業是得到2%的 長期的目標 它不接近 所以我認為我們需要其他增加 因為油價最早是我們前董事長 這個梁潔說 因為油價現在就是 大概就像ESG 開始大量減少油廠 所以供給會跌很多 但需求不會馬上跌下來 所以油價還是有撐 但是現在的變數就是 為什麼通膨打不下來 工業金屬製造價格在下跌 可是戶業價格並沒有下跌 所以美國通膨你看 這個核心的通膨率 其實也不算很低 所以美國真的不會再升息嗎 如果在油價兩價往上的話 美國其實這個聯準會的 這個公開上昌委會的利率點證圖 6月的時候的利率點證是在 5.6左右平均Average 所以告訴你今年 還有一次 還有可能還不會降息 但是他們很多人都預期這個 會停止升息 但是至少不會降息 但是明年的利率點證是在4.375% 代表明年3號就會開始降息 但是降息有時候也 有人正面解讀 有人負面解讀 降息是不是代表經濟很差 對 經濟很差才需要救息 對 可能 所以這個美國明年肯定會降息 今年不一定會停止升息 所以我們來就是因為第一個是地延效應 貨幣真的有地延效應 第二個是因為QE讓很多的銀行 還是很多錢 所以流動性還沒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美國還是很強 但是三胖從我們的出口接單 就可以看出來美國其實沒有那麼強 那台灣在9月 因為剛剛講到這些貨幣政策的部分 大家就會比較關心說 台灣9月的這個央行理監事會議 我們還要再決定到底要不要升息 所以老師覺得有可能嗎 我們經濟這麼不好 應該不會升了吧 理論上是不會升 就是因為 央行最主要的任務其實是控制通膨 第二個是貨幣政策穩定 最後面才是經濟持狼 可是台灣年底要閒 經濟也不能太差 所以現在我覺得可能經濟持狼 可以嚴重於通膨 那我們現在通膨 為什麼是感覺上比較可以控制 算老百姓不同意 因為包括你的外食費用 肉類 蛋類 還有什麼一些 暑假一些通訊服務 娛樂觀光戶都在漲 所以其實我們的核心通膨 並沒有下來 我們最近這 差不多這幾個月來 這差不多從去年年中以來 幾乎都是核心通膨超過通膨率 大概就是 因為最早是服務業的價格整個上來 上來所以很多少數的央行理監事 其實認為還是要升級 因為就是通膨的火苗還沒有撲滅 但是如果政府可能 因為經濟持狼的考量 因為今年大概保保1.5 所以可能經濟持狼的考量 特別是閒局 可能經濟持狼的考量會重於通膨的考量 那當然老百姓是不認同 因為老百姓覺得 十一住行娛樂已經漲翻天了 可是就是說我們通常是消費品漲得多 但是耐久財其實在跌 政府沒有騙人 只是老百姓 你買十一住行娛樂便當的頻率很高 但是買耐久財 面板 電視機 冰箱的機會比較低 所以老師我覺得我們CPI的計算方式 應該有一些挑戰 因為耐久財 我也不可能就是每年買 對啊 如果這個經濟狀況不好 或者是通膨比較高的時候 我就要延緩我的購買的那個時間 所以其實他佔了我的比例 應該好像在更低 對啦 像說也很多人講說 房價 租金 房租的價格 是不是應該提高 不過房租我們佔的差不多 也將近十幾趴 快到二十趴左右 所以就是說如果有人認為說 這個其實沒有辦法反映很多的真相 其實是多少應該做一些微調 但是就是說你如果做調整的話 你可能跟過去的比較就是 通膨的話可能央行升息的頻率可能會更高 那就會對如果說我先重新調整 那物價指數就有系列的上漲來的話 那央行就必須要針對著目標去年 搞不好要調整 要不然的話我可能升息的頻率會比錢高 這也是一個兩難的問題 那升息率高的話對房地產對是不好 不過房地產得要不要打房是各有不同 有人認為說兩成人沒有房子 可是八成人有房子 所以誰需要打房 誰想要打房 就是兩成人需要打房 但是八成人不需要打房 為什麼 我價值才可以存在那裡 不過當然我們為年輕人著想 其實適度的讓房價酷擋是必要的 但是政府更重要的是要社會住宅 那社會住宅現在我們社會住宅 這個比率實在太低了 不到一個百分之是 事實上是在亞洲裡面算是吊車尾的 那我覺得社會住宅你可以坐遠一點 但是你可以用借駁車 比如說用捷運 然後再來我們台灣可以善用一些 這個共享的腳踏車 共享的機車 為什麼 我自己就常常想說 如果你住三重 台北到三重 你上班在台北 那坐三重你可以坐到捷運 三重就可能房價要70萬 如果新買的要70萬 我如果住到新莊 廬州 可能50萬 這一段的Last Mile就用共享機車 年輕人這樣子可以捷運 比如說30分鐘 再坐共享機車再開個30分鐘 你房價就可以省30萬 40萬事實上是年輕人是還可以 就相對比較可以接受的 所以政府的設計就是說 我可以坐一些公共自然 我在遠一點 偏遠一點 但是我要把公共建設做好 所以三重七十 廬州你甚至到什麼 福州還什麼 更接近板橋的地方 那你假設如果30萬 社會住宅 或者說你只租不收 你取得了土地成本比較便宜的話 你的租金就有相對低 這時候政府就要設計 從大眾捷運系統 到這個什麼一些共享機車 共享腳踏車 你就必須要有一些 比如說充電樁 一些什麼飯店磁站 然後有一些比較電多一點 這樣對年輕人就是一個 優勢的優勢這樣子 老師因為講到貨幣政策 然後如果我們的央行不省息 然後美國的利率還是這麼的高 如果他真的未來再省息一次 因為歐洲的部分 歐元區再省息一次 那這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立場就變成過大了 因為我看最近台幣貶值的 對 很厲害 對 不過台幣貶值 台幣就是要考慮三個 三個因素 一個是美國 因為台灣會對美國盯住 美國大概現在 但美國因為生息接近停止 所以它有一個天花板在那裡 對台灣來說是一個好事 第二個是要看區域貨幣 因為區域貨幣都是在競爭對手過 韓國 日本 東西的國家 所以韓國如果還在變 這個東南亞國家還在變 日幣沒有強 那台幣要整個往上升也不可能 因為出口一定會出問題 第三個是基本面要不要改善 你的出口還是那麼差 你怎麼可能破31破30甚至29 所以我覺得台幣就取決三個 美人指數 第二個是區域貨幣的競爭 第三個就是你的基本面 所以台灣的基本面不好 台幣很難有太大的突圍的動作 所以央行會不會是有意的放手讓新台幣貶呢 我這個我也不敢說 因為我在想說央行其實就是想要說放手 讓新台幣就是走變沒關係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對出口是有利的 對 但是央行 就是說美國有時候也會看你說 你是不是這個匯率該於國家 因為你順差很多200億美金 然後加上是你又單邊的變 如果單邊變的話 美國還會看 就是說你有聲有變 那就還好 我們對歐元幅度也很大 從過去我看美國跟歐元的對比 幾乎快要1比1 那現在歐元已經漲上來了 那我們對美元現在已經破31塊多 那歐元更誇張 我們曾經1比29塊多塊30 現在已經超過35了 歐元是超跌了 當然是因為歐物戰爭這個東西 所以因為歐元還在升息 因為通膨力還沒有增得下來 所以它還在升息的話貨幣就會加持 同樣一個國家還在升息的時候 貨幣就會比較穩 我們決定要保證 讓貨幣回到我們2%中期的目標 在一種稍為 進行的方式 以為固定進行我們的目標 政府主席今天決定 提升三個重要的資金額 積蓋價值的資金額 在25個月的資金額 我記得早期去歐洲是1比40幾 所以就是因為它是超扁的 它就是那時候整個烏肉貧富年獄 歐債危機又加上通膨等等等等 讓它整個經濟基本面很差 但是現在基本面稍微緩和一點 而且他還在生息 所以就讓他有比較緩和的空間 但是他真的要大幅回升也不容易 因為整個基本面還是很差 應該是說歐洲的經濟火車頭也是德國 然後德國狀況不好 所以他的經濟成長率看起來就是比較好 像英國 你看英國前陣事 連助理醫生都上街頭 你有沒有聽到說一個國家醫生上街頭 醫生是最高所得 不過他是助理醫生 剛進醫界的這些比較年輕的醫師 你通常看一個國家罷工是誰 計程車司機 卡車司機 藍領接機 什麼時候看到醫生上街頭 護士或許還有 所以歐洲其實不好 但是歐洲因為最近還在有生息 所以還可以撐出 那歐洲其實很多國家都沒有歐債危機走出來 你看義大利現在還是債務比以前還高 希臘 那你看歐洲的一些銀行 這個瑞士信貸 德意志銀行 這些每次只要提起來 危機大家都覺得這些銀行都 因為他們還沒有乘勝從偶在危機 比如說一大堆債務 很多貸賬等等等 還是比較辛苦 那我們再來看就是台灣的最近的貨幣 我們最近就是在這個貨幣供給上面 好像還滿明顯的有一些變化 尤其是在從去年的5月之後 對啊 所以就是整個貨幣不斷的數量往下降 所以就是代表 因為我們去年3月開始升息嘛 所以我們的這個貨幣數量 本來就會開始比較緊縮嘛 通常就是M1B是一個比較下意的貨幣供給 就是說比較像活氣儲蓄存款一樣 就是說如果景氣好的時候 我要消費要投資的時候 我就會放在活存裡面 但是如果景氣不好我就放在定存 所以這裡面就是說很可能代表去年 買股票你都手上 去年股價跌得很兇 去年整年 所以大家看空的人多 所以我寧可去存定存 我也不願意去股市 因為去年做多的人都出問題 今年反而今年一上來 你做空的人反而被嘎空 做多的人反而賺到錢 所以今年為什麼 就是有點 我感覺它有點多空分歧 看多的人不多 所以這個就是下意貨幣供給人就是說 我現在看起來如果說我沒有覺得股市 沒有好的投資我就存在定存 那M2的部分呢 M2有沒有增加 M2是有點趨緩 對 也是趨緩 這其實沒有跌得那麼兇 所以好像它這個相減之後 它想要凸顯的是什麼 M1B減 所以表示這個是比較活的錢 活的錢就是說 就是說一般人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有信心 對這個房地產 對股市的投資 像如果說我要去投資 要去消費的話 我不會把一筆錢放在定存裡面 因為你解約就利息損失 你會放在活的水平管 就隨時可以進個空推個手 所以最近房地產沒有特別好 那股市這一波真的有賺到錢的可能 比例沒有沒投資的人多 對吧 這一波AI也是忽然間來得很急 我看前陣子跳進去的人可能很好 都那個 包括我 我也有去買 因為我朋友跟我講一些AI的說不錯 所以他說如果沒有好轉的話 就要趕快跑 最近應該是說看起來 這整個貨幣東西都是緊縮的狀態 那為什麼台股會漲那麼多 是因為外資嗎 因為我看到外資 我覺得是外資進來 對 因為這一波事實上是台灣的股市 第一個是AI效應 第二個是日本的外衣效應 其實這一波漲最多是美國跟日本 日本其實是 包括因為它跌夠深 包括它就是日幣 然後就是觀光出口跟這個通縮解除 所以這一波其實是日本的外衣效應到台灣 還有到韓國 所以台灣不是每個人的專政權 所以每個人看法 如果每個人都看得是看多的話 MYV就會增加 但是有的人看多 我想搞不好商業的人看多 所以它在跌 但是商業者是把錢存在定存裡面 所以這一波 因為去年受過傷 尤其去年下半年跌得非常凶 對 所以我去年幾乎不敢賣股票 所以大家就一直觀光 一直觀光 趕快把錢包在手裡 然後外資反而是一直進來 對的一直進來 就第一點 所以老師 那未來資金會有什麼變化嗎 未來資金會有什麼變化 其實就是 有人問我說 如果美國停止升息 那錢會跑來 其實說美國錢會灑出來 那國家裡面看起來比較有機會的 第一個是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有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就是 雖然它經濟不好 中國大陸就是黃地產最高的時候 通常是股市最低 那黃地產最低的時候 搞不好是股市相對高 就是說會把錢疏導到股市 如果股市有點反彈 加上有一些題材 然後最近怒股其實跌好深 對啊 所以就是不知道會不會 所以它沒有跟上 這一波是沒跟上AI 所以他們現在就說 大陸如果有一些振興措施 然後加上有一些題材 會不會有機會 這波再考慮 但是這一波是日本 日本是短線當然漲太多了 但日本就是中長線還有軍工武器 跟這個半導體的加持 所以很多人認為說 它如果有修正 像日幣其實還是相對低點 都還好 那日本基金 搞不好可以做中長線的投資 所以就日本是有一個變化的 那印度是美國去中化的一個 長線的大夥伴 所以印度感覺上是比較中長期 不過當然有時候會看錯 因為很多人認為說 巴西跟阿根里斯 197代認為它是1980代美國 結果我們等了好久都沒有 印度是比較不一樣 因為東奈亞國家雖然還不錯 但第一個量體不夠大 第二個是這些都是中國大陸 第一大第二大的貿易夥伴 所以美國其實沒有那麼放心 所以美國其實長線的大夥伴 就是一個墨西哥 一個是印度 印度最近基礎建設有在改善 這個美國大廠也都去投資 然後美國的長線佈局 希望說手機25%在這個印度 所以印度看起來有點機會 感覺像有點像1990代後 兩千代的中國大陸 但印度的稅制貪腐 還有一些文盲 教育的普及率這些東西 都是它的基礎建設 還有空氣 都是它的這個 但是搞不好中長線可以看一下 老師您剛剛有講到說 就是中國大陸他常常是房地產好 然後股市就不好 就是一個相反的 那台灣的部分有沒有出現那個 例如說出口不好然後台股呢 台股會跟著不好對不對 出口不好台股會跟著不好 就是其實可以看那個PMI 我們的採購經濟組也是領先指標 3到6個月 如果緊急指標 連續兩三個月開始上來 如果一直上來到50以上的話 代表景氣開始輸出 它是早景氣超播 我們同仁有次做研究就是說 台灣的景氣 PMI是提早景氣超播三四個月 所以如果PMI長期製造業的景氣 在50以上 代表就有點機會 所以老師如果我們都在50以下 就代表說我們未來三個月 可能也是不好的 有可能 現在就是庫存在往下 庫存在縮減 但是出口期待沒有 特別是就是說PMI是領先3到6個月 特別是要看新增訂單 新增出口訂單 如果有改善連續幾個月改善 代表會有機會 可是我們看起來新增出口的 訂單還是不好 所以不好 所以國外開到DC 我們看到11、12月 對啊 所以你可以觀察一下 所以老師我們從這樣來看的話 我們應該是說 台股應該也不會有一個太 我一直覺得 台灣是 這波全世界的互數是一個 Weak recovery 因為美國跟中國大陸都 深陷泥鬧 所以真的要大幅緩 但是不容易 但是股市跟基本面有時候是脫鉤的 所以 而且最近這幾個月脫鉤都很厲害 對啊 所以you never know 但是當然漲多了還修正 如果你沒基本 就是說基本面可以無稽之談 可是談了一陣子 如果你還是沒有基本出來 你就會跌回元席 可是我們今年就是選舉年 所以我們下半年股市要很慘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對 對 還是有些政策出來 對 所以搞不好就是政策加持 加上整個 如果新政地難開始回來 不過這個就要看兩個大國 美國會不會落後緩印 美國的貨幣政策會不會強到 利率高到讓美國落後緩印 這幾個 第二個中國房地產有沒有辦法直血 經濟開始互輸 不過我覺得中國大陸需要一些 結構性的調整 它真的要很快回來 應該需要一點政策工具 但是它如果沒結果改革 還是會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以前的高成長 其實很多開發中國家要轉為 已開發國家的這個階段 它的經濟成長率本來就是會往下 會往下走 就像現在我們也不可能說像兩位說 對 這就是中所得國家的限期 差不多1萬2到1萬8美金 中國大陸大概就是1萬美金 因為通常是這樣子 亞洲市場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在中所的時候 那個時候很簡單 就是說你只要比別人好 就像班上的 比如說你在小學 你只要比別人用功一點就很好 但到中學 你到中學的時候 每個都是各地方來的好的學生 你又要更優秀才能 就像台灣以前 比如說我們早期靠加工出口 靠勞力民進產品就很好 但是你到最後後來要變科技產品 因為你後來慢慢競爭 一開始你是跟這個 比如說拉丁美洲國家競爭 可是你到進步到一個程度以後 你要跟誰競爭 你可能將來是要跟美國 日本這些 因為你以前靠勞力 靠資本投資就可以成長 你打從小聯盟變大聯盟 你這時候你就是 不是只有勞力密集 你要資本密集 你要產生附加價值 甚至你要有品牌 商業模式 甚至服業要搶 像你看亞洲四小 為什麼韓國就走品牌 香港 新加坡走什麼 香港 新加坡就走中介貿易 還有它的一些金融 那香港是因為 是大陸的科技跟金融門戶 新加坡是東南亞的門戶 可是它又吸引很多外資 做實化跟這個博弈的一些投資 所以它走的 那台灣走的最辛苦 台灣是因為到東南亞大陸投資 但是台灣一開始很慘 因為整個產業有一點點漫漫外 有點空洞化 所以國內的成長率都很低 那最近這幾年為什麼起來 因為台灣利用大陸市場 建立一個規模經濟 所以整個規模經濟以後 變成沒有人可以取代你 因為如果你只做十萬支手機 你每個人都可以做 可是你可以做到一千萬支手機 就沒有人可以競爭 就是說這個手機 你如果說毛利三到四 如果你做十萬部手機 毛利三到四是不是很少 可是你如果可以利用大陸的基地 東南亞的基地 可以做到五千萬支手機 那個三到四%你也是 絕對利潤也是 所以台灣就是這樣一步一腳印 開始慢慢的累積你的利潤 然後因為你利用大陸東南亞的規模經濟 可以讓你的絕對利潤增加 所以你不斷的去升級轉型 比如說像鴻海 從連接器到開始到手機 到筆電它也做一些東西 然後現在做汽車電池 你看廣達也是從筆電代工 PC代工現在做到伺服器 華碩也是做到手機 鴻基也開始做微創代工等等 所以這些產業就是利用大陸跟東南亞的規模經濟 讓你變成跨國企業不可或缺的夥伴 然後你就一直累積你的絕對利潤 所以你就有辦法升級轉型 所以台灣其實整個電子 也已經做了一場的一個產業升級轉型 所以就是說你大陸要做這個 要開始整個轉型就是 第一個是不能再模仿很多東西 你要遵守WTO的制度 然後你要開始建立你自己的本土工業 因為過去很簡單就是 以市場換技術就很簡單 所以大陸要再升級轉型就必須要 第一個就是不能靠出口 靠勞力密集就開始要做科技這些東西 特別是美國一直要打中國大陸 讓中國大陸起不來 所以你慢慢科技制度就變得很重要 有好的商業模式 但是大陸比其他國家好很多 因為它市場大 它的這個Internet 這些東西都發展得很快 所以大陸應該有條件去 破除這個中所的國家限定 可是它必須要先解決這些盜版的問題 然後甚至解決房地產這種商業模式 要不然的話繼續遇到商業模式 這就是一個不計代價的成長模式 最後房地產可以漲到天嗎 漲到最後會天入人怨 因為老百姓就是供養一個房子 就供一輩子 然後台灣未來 如果將來美國天資金 台灣未來比較短期內 就是幾個比如說內需的一些會好觀光這些東西 那中長期其實要看看我們的汽車店都做起來 像MIH 綠能其實也是一個可以投資的 生技 像什麼生醫 最近有再生雙法 這些人口老化都會有這個什麼精準醫療細胞資料 這看會不會有機會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半導力相關的產業 絕對還是一個未來的一個重點 還有一個就是跟你的人口結構 跟你的生活型態改變 比如說什麼平台經濟外送經濟這些東西 就是說跟你的生活型態的變化 消費趨勢的變化 如果跟得上時代 網機網路電商什麼什麼都還有機會 跟著時代的脈動 下半年的部分就是有關於美元 歐元 台幣 人民幣 日元 這走勢會是怎麼樣的 像美元就是因為它如果快要停止生息會快要降息 所以美元可能到了接近天花板 所以再上去不容易 除非也有一些地緣政治關係 但美元要大跌也不容易 你看這個中國大陸從俄羅斯買了很多石油 所以人民幣握到俄羅斯手裡 俄羅斯也不敢用 所以俄羅斯又把它換成美元跟歐元 所以這就是告訴你說 美元就說它是一個國際的關鍵通貨 所以它大跌也不容易 所以但是如果中長期持有 可能也要稍微小心一點 為什麼如果五年以上 因為美國現在赤字等等等等 東西印鈔票等等等等都很多 所以我告訴大家一個數字 1997年1盎司黃金等於35塊美元 經過了50年1盎司黃金 2021年等於1900美元 告訴你美元50年來對黃金貶值了50倍 想說會不會現在不一樣 因為其實黃金你要再漲那麼多 其實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但是黃金是相對稀少 第二個是美金可以不斷地印 美國現在為什麼那麼強 就是因為它有5%的利息加持 黃金沒有利息 所以如果以長期持有 不知道這個要觀察 但是長期從過去歷史的經驗告訴你 美元不適合持有1 20年 美元一直在變 因為一直在印鈔票 美國政府不斷的聯邦局在上限提高 所以是美元 歐元是因為基本面不好 但是它因為在升息所以是弱反彈 要大反彈一定要有基本面跟著上來 第三個是日幣 日幣是因為它中場性有一些利多題材價值 而且日本要項總裁叫志田荷蘭 他擺日號稱鷹派 準備打通膨升息的 結果一上來以後 因為這個是日本的制度的死瀾 我上來搞不清楚狀況還需要摸手 而且一開始我要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他一開始還是認為各派的政策是OK的 但是它會不會改變 有可能是日本經濟會不會 最近日本調高它的殖利率的區間 他就說不是要升息的前兆 而是讓中長期的一些債券 因為可以應應通膨的變化 因為中長期債券我不知道 如果照這個物價這上漲 我只有你的債券中長期債券 那我是不是虧損 所以他是說改變 但是我們同事在研究說 很有可能是日本明年春斗以後 日本的春斗就是像我們的工會一樣 要求加薪 如果加薪代表日本經濟開始好起來的話 就有可能是到春斗再是夏天就可能升息 就調整 所以日幣相對150 美元150相對是比較低點 所以可以觀察 日本中長限是因為有幾個東西加持 所以如果說有稍微修正 然後可以持有一些比如說基金 或許搞不好會有機會 還有日本的重化工業可能會開始有一點 有一點機會之後 還有這個什麼八位都講五大上色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是什麼 歐元日幣 還有人民幣 人民幣好人民幣最近比較弱 因為它整個問題都很大 但人民幣現在新的押航總裁 我還跟他握過手 因為我們在兩岸金融會那時候有開會 那他上來其實要押注就是說 現在因為美國其實感覺上有點在金融戰 讓人民幣最近扁得還滿兇的 但是上來可說任務就要讓人民幣穩住下來 因為人民幣穩住下來才不會造成外資外逃 因為一個國家匯率如果波動太快 以前大陸就是它有離岸跟在岸價格 在岸價格就是政府宣示有在岸價格漲 離岸就跟著會反映 現在好像大陸的一些政策宣示 好像對離岸價格就沒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重新要建立它的威信 讓人民幣的匯率可以比較穩 人民幣穩的話 當然一般老婆說對信心 對外資對東西都是好 所以人民幣要穩住 現在就是可能是有點下跌走勢 但是要穩住 最少是人民幣貨幣有炒化的現象 所以讓它要真的很強勢也不容易 對 加上經濟的基本面 所以它現在可能要穩住幣值 讓它經濟恢復信心 萬事恢復信心是很重要的 台幣就是三個毛 第一個就是要看美元會不會到底 第二個是看區貨幣的競爭的情況 競貶的情況 競貶的情況 第三個就是基本面 沒有基本面價值你要破30是不容易的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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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